基本上现在都说网购比较多 然后能用什么网购我们就用什么网购了 然后自己住一些就行 从区域微信群接订单到微信小程序再到购物APP 随着疫情的出现 宅在家中不出门 通过网络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成为了大多数市民居家房仪的选择 2月10日上午10点 贵阳某超市配货员蒋莎莎接到订单后 戴上口罩手套开始为顾客配货 由于订单太多 在配货环节 他必须在把握商品质量的同时掌握好时间 疫情之前可能门店的订单量日均可能是七八十单的样子 但是疫情之后大概从初四开始 我们线上每个店铺的订单量可以达到大概300单左右 据了解 为了能够保障订单配送及时 超市专门成立了配货配送团队 针对我们线上订单的一个暴增 门店组建了一个临时的配货团队 门店的店长管理负责人都会 其实的就是到我们的配货团队当中来 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是 门店在接单的第一时间内 必须对商品订单进行一个分解 如果你这边订单比较多的话 我们需要安排到区域的员工 第一时间将商品放到我们的一个备货区 一个订单的初三时间 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大概可以做到15分钟之内可以配好一单 配货完毕 在超市的备货区 由第三方配送公司和超市员工组成的配送团队 正在忙碌地核对订单 确认订单无误 配送员通过骑车 步行将货物送到小区检查点 那怎么送到就是港亭门口 这个养体温的地方 麻烦你下来学一下 教你带 我已经 疫情之前我是在总部上班 这几天是出来支援嘛 因为门店单太多 我们的工作人员忙不过来 就开着自己家的车过来帮着送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车的话 应该是送将近30单的样子 每天平均下来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证配送安全 贵阳市2月8号发布通告 在骗区疫情检查点 或骗区入口适当位置 设置外购货品配送集中投放点 接收快递外卖人员配送的货品 安排人员负责管理 由居民自行到接收点领取货品 实行无接触式配送 戴好口罩 然后到一些重点的防护区域的时候 我们会穿上雨衣 还有就是手套 为了自己和顾客的安全 我们是必须要戴上的 还有每天到店 第一时间量体温 然后酒精消毒 然后送完货以后回到店里 马上消毒量体温这样的 这个外面我们都尽量让它放在外面 里面我们都是消毒区域 现在上定的有点多 还是有点多 因为现在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业主 包括那个支付 我们都不能让它随便都进去嘛 所以我们楼管一定要拔好这个关卡 让我们的业主们更放心 更安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